王子教1.2亿豪宅藏梦耿如 不苟儿子不结婚 留在哥哥18日在内湖街头 捕获梦耿如在拍戏 当年初三就上宫的他 正在拍摄东森新戏高塔公主 还在脸书抛文 就算开工还有妈妈的年菜便当 觉得幸福 初三就上宫耿如心情似乎不受影响 不过当日艳阳高涨 刺得他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初三上宫好累哦 休息时间他不停滑手机 又听语音的 是在跟娇娇传讯行哼 话说他俩交往三年感情稳定 黄子教跟大手臂砸1.2亿 买下位在新生北路的豪宅 这个如拍完信号 就独自开着要价185万起的 迷尼库普 收门收录抵开回豪宅 看来是跟娇娇同志ING没错 隔天狗仔哥哥也拍到娇娇的身影 但他不是在陪女友 而是 原来是在照顾爱犬元气 元气近来因为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 娇娇买新房有部分原因 也是为了解决元气上下楼的麻烦 至于今年是否有考虑结婚 娇娇表示 结婚没考虑以照顾元气为优先 说自己过年多数时间都在陪狗 不过还是有去女友家拜年 梦耿如经纪人则透露 七周两人19日才一起去公园六个 现在跟娇娇不算完全同居 只有放假或工作才会出他家 像元气前阵子生病 他也会去照顾 有漏洞新闻 元气要身体健康哦 报道